歐霸終於殺毒了 很多球迷都不斷催我 催了整個星期 叫我快點出這個預測 我明白的 大家都很緊張 尤其是曼亂球迷 這個歐霸冠軍真是太緊要了 通向夏年 歐聯的一個入場圈的唯一通道來 講到歐霸決賽隆重其事 所以我除了會做我自己的預測之外 都跟大家前瞻一下兩隊的陣容 或者講解一下兩隊的實力 我們先講一講 就是這場賽事抽到主場 來到斯德哥爾摩的朋友球場 是亞籍士方面的球員名單和實力 值得留意一件事 我們先講一講他們的平均年紀 我們看看他們的正選陣容 波爾貝治丹麥前鋒18歲而已 布吉納法索快翼托尼20日 約尼斯德國左翼23歲 摩洛哥的中場球員23歲 這個好一點 丹麥的房中是30歲 但是他們的隊長 其實卡拉臣都是23歲而已 放鮮啦 更恐怖 T.T.T.20 哥倫比亞後衛山齊斯20 域文也24歲而已 左閘21 最重要是他們的合物龍門將只有20歲而已 他們是很年輕 他們是很年輕 這個我們很明白的 至於他們的實力是如何呢 杜爾貝治有支點能力 柱等式中鋒 腳頭很重的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賽事裡面 另外其實他們兩隻快翼速度是高的 例如這個就是托尼和約尼斯 我們三分四次看到 他們對著這個里昂的賽事裡面 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反擊其實是快 行軍速度來說 亞積士是屬於高速那種球隊來的 不過如果你說到要主攻的話 我就很懷疑了 為什麼呢 首先他們由後場猜上前場的能力其實不高而已 後防線的實力也都不是很強 加上在支庭插上面 雖然他們有支點和插入的人 但是卡拉臣的禁區頂停泊的工作 是有待考驗的 而其實他們能夠淘汰里昂的最大因素 就是里昂主攻他們打反擊 而至於亞積士今場決賽的對手 當然就是紅魔鬼 不過這次就不再紅了 因為這次就是抽到客隊 相信是要穿藍色衣服的了 正用來講 摩連盧賽前他講過可能會派迪基亞上陣 其實整個歐霸的賽事 我們知道正選的門將是羅美奴 但是羅美奴去到決賽 摩連盧可能不相信他 想出迪基亞 他又找到一個藉口 他就說迪基亞很想去皇馬的了 講到就是迪基亞自己都好像已經在馬德里那邊 是買了這個房屋的了 準備入住的了 曼聯那方面就很想留他 那不如決賽給他上陣 希望他留下吧 不如找到一個藉口 如果曼聯的門將是出迪基亞可能都會好很多的 至於防線來講 我們都知道拜利是停賽了 即是說可能屎魔寧那些要上陣了 另外八連迪這個球員 今天賭歌雙向的前亞職士球員 如果踢回中堅的話 其實都是後防漏洞之一 很幸運呢 這條後防線的速度也不是說太過慢 很可能都要針對性部署 牽制回亞職士那邊的高速進攻 成季萬聯友聽開我都知道了 沒有能夠做到主攻的套路 支點雖然叫做有伊巴謙 但是現在其實都已經 是要等到下年才見到他 另外其實禁區頂停波的有馬達 有MK仔麥希達恩 但是後上插入的人的時機都是不漂亮的 尤其是馬仙、福仔這些球員 都不是在主攻的插入上面有一個很好的觸覺 另外連尼加達也不用說 所以這場賽事如果萬聯主攻 其實當然不會是上策 摩連奴打背賽當然是會找手反擊 陣容上面我的估計很可能會上了 叫做4-3-1-2的陣式 也都很可能很像王家馬德里那種反擊 陣式這樣擺發的 我相信三個防中 這個是菲蘭尼亞、普巴、 他們拉都應該是會正選的 另外可能這個摩連奴會先信任MK仔麥希達恩做正選 前面如果要快一點點的 我相信都是馬仙雅搭著福仔 大家對兩隊的陣容都有初步的理解 很快就會進入下一部分 就是給電腦Fever 17這個系統 預測一下如果這兩個陣容對碰的話 是會有什麼結果的 不過在預測之前我先提一提大家 這一場是決賽來的 決賽通常都會遇上困境 而通常遇上困境的出路 就是要有一個球星能夠挺身而出 我們記得曼聯最近一次的決賽 就是英格蘭聯賽盃對著收藍頓 他們是有困境的 而挺身而出的球員就是伊巴謙莫榮 而伊巴謙莫榮 大家都知道的了 限年才會再見到他 去到這個景地 我們會再想起曼聯有什麼人呢 很可能大家會想起普巴 但是大家對普巴的這個球星 挺身而出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絕對是疑問來的 而如果普巴去到困境當中 甚至是逆境 它會不會又好像 16年歐洲國家杯決賽那樣 大發脾氣 罵隊友呢 這件事情相信都是萬聯球迷 他們最擔心的事情 電腦就預測是萬聯贏的 那等到我預測了 那先跟大家做個沙盤推演 大家都知道了 先頭都講過的了 萬聯是沒有辦法主攻 而亞積士的反擊是很快的 很強的 所以在這個環境下 我們會明白摩連奴 定必都是要先作穩守 而反過來 亞積士整體的實力來說 要他們主攻當然都是苛球 所以這場賽事 哪一隊如果是主攻的話 就會成為下風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通常都會知道 假對攻將會出現 是甚麼來的呢 這次是一個決賽的預測 我可以詳細先講一講 因為你難以主攻的理由 就是你半場陣地的時候 你已經用盡了球場的闊度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拉開對手的話 唯一的出路就是 拉長那個是球場的長度 是不是 只要你拉長球場的長度的話 那些防守中場就會沒有那麼容易 幫到那條防線 因為你拉了他們上去 拉了他們出來 所以拉長了比賽戰線的話 就會令到一些反擊 是容易產生 因為可以快些越過了防守中場 是直接威脅到對手的防線 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都希望盡快把他進攻完結 盡快把他進攻完結了之後 給他一個球對手去用 對手再攻回前一點 等到你有再一次 下一次的反擊機會 那這些呢 就是一些假對攻的企圖和過程 所以兩隊都將會用的了 好了 講到假對攻 聽了我久的都知道 是時候要請一請他們的 是前中後三線的實力了 先講一講 如果迪基亞真的上陣 我相信迪基亞是會好些 在門將的位置上面 防線呢 防線呢 防線來說 萬聯是沒有拜利的了 大家都知道 實力當然是大減 但是亞積市 防線的整體實力其實都不強的 講到底 萬聯可能還是會好少少 在個人能力上面 進攻中場的超級聯繫人呢 麥希達恩相信 吸數和經驗都好些 前場的球員的把握力呢 說不定福仔都不錯的 講到這一部分 大家都會覺得 逐個逐個清 看來萬聯真是好些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如果大家有看過 萬聯對切爾達的是歐巴勢強 你知道到他們的反擊套路是 得堪入目的 是非常之緩慢 球員的走位 和全球的決定力都不好的 尤其是 球員和球員之間的距離 是不合理的 那這些套路上面 其實他們做得不好的 反過來 如果你有看到亞積市四強 對李昂 你知道到 反而亞積市的反擊套路 是不錯的 加上亞積市的球員速度 其實都比萬聯快 講到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知道即使逐個清 我們看不到什麼端倪 但是講到套路的時候 亞積市的支點多爾貝治 是可以幫到身邊的是 托尼這些球員 約尼斯這些球員 是多了空位去衝 因為 有一個支點保護他們 亞積市的反擊套路 是好一點的 如果是用這個前設去推演的話 我們會明白 比賽的組斷 其實亞積市 是會有較多的反擊攻勢出來 因為他們套路思路清晰 能夠產生出來的威脅大一點 所以你問我的話 我會回答你 如果真的講到要早入球的話 其實亞積市 是會有較高的機會的那一隊 比賽就會這樣發生 曼聯在早段是不會有太多機會入球 甚至我覺得是微乎其微 曼聯在早段必須要熬過這一段 亞積市的是狂風掃落葉 而這一段時間可能會持續上半場 如果曼聯熬過了的話 去到下半場會出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亞積市可能會覺得自己是有優勢 而加上他們是年輕 容易衝動 所以很可能他們會去到下半場 開始進行主攻 如果摩連奴真的可以熬過這一段 也會引到亞積市去主攻的話 去到下半場曼聯才會有機會 如果這個情況的確是發生的話 曼聯下半場的反擊機會 將會大大提升 而曼聯有反擊機會的時候 就請他們好好把握 不過如果你問到我的話 我都是覺得曼聯的反擊套路 始終都是不能夠信賴 所以即使有了機會 入球的機會都是完全不大 只不過比賽的優勢 不會這麼明顯去到上半場有優勢的亞積市那一邊 但是話須說兩頭 如果亞積市真是 整場都能夠Stick on their plan 安分守己 只是假對攻的話 曼聯其實整場賽事的機會都不會太多 如果我們推薦到這一刻 我們發現其實零比零的機會都依然是大 的話 場賽事將會拉進去加時 場賽事如果拉進去加時的話 又會有什麼事發生呢 曼聯的心態很重要 這個時間 曼聯知道自己當然是比較強的一方面 但是已經去到零比零的加時 會不會反而覺得射十二馬的話是下風呢 是不著數呢 因為自己實力好一點的 沒有理由要搞到十二馬 去到十二馬的時候 他們會預計到自己壓力是會大 會不會加時的時候 曼聯是較心急的那一隊呢 如果曼聯是較心急的那一隊 那他們的是最高身價球員普霸 他就會出現的了 出現做什麼呢 他就會很緊張 凡是去到決賽有難題的時候 他就會非常緊張 而且呢 他是收不到自己的脾氣 情緒是會很不穩定 甚至他會罵人 如果去到這一部分的時間 曼聯是不是 開始進入一個更加難的時期 就是出現球員的心理狀態不穩呢 好了 講到就是有沒有些浪費的效果呢 浪費的效果呢 有的 例如就是 亞即時的年輕人 會不會很早段衝動拿紅牌呢 年輕人很難說的 會不會緊張呢 會不會到下半場真的 Stick不按地的計劃呢 變成主攻呢 這些就是 side factor 另外 曼聯有沒有呢 都有的 曼聯其實說真的都很緊張的 摩連路 他訪問說這場賽事 不是曼聯很重要的賽事 也不是對於他來講 完全最重要的賽事 但是不要開玩笑了 這場賽事是直接影響到 他們下季的前途 有沒有歐聯都要看一場賽事 如果進不了歐聯的賽場 你說基斯文還會不會來呢 基斯文他賽前講到說 他去曼聯有六成機會 他就因為他看好曼聯 去贏呀即時是六成 但是如果真是曼聯 贏不了的話 你覺得基斯文會不會來呢 所以這場賽事是極度緊要的 對曼聯來說其實都是非常緊張 情緒上面兩對都有不穩定的可能性 而且論盡套路與速度 曼聯其實都是在下風的當中 講到理性的預測和投注的策略上面 這麼多位曼聯球迷真是不好意思 這次我認為曼聯能夠捧到杯的機會 會大概是49.9% 我是有絲毫看好亞即時的傾向的 所以理性的預測和投注的角度 我是會傾向投注仇陽假日 讓求主日和主勝的亞即時 1.8倍 如果你們是駁開喜歡買和的可以買和波 至於曼聯能否拿到歐霸杯的冠軍 登上通向夏季歐聯這一首再生號呢 我個人覺得真的沒有基斯文所講 有六成這麼大的機會了 其實在我的立場自己來講 如果曼聯真的可以打到下跪的歐聯 對我對廣大球迷其實都是有益處 因為去到歐聯就會多了一些可觀的賽事可以看 但是來到這一刻我們經過了這麼長的沙盤推演之後 我們始終都是要講一句 論盡速度與吐勞 曼聯難登再生號 衝動